张曼娟的《我被中人》 大人其实很漫长 第一次注意到大人这个词汇 是在日本旅行时的JR列车上 大人的休日俱乐部 提供了各项优惠方案 十几年前 我根本认为 所谓的大人就是老人 对刚过四十岁的我来说 还很遥远 然而 这两年来 日本积极推出许多大人味的衣着 生活、居家、饮食、戏剧 都有一些令人低回的感动 像是以清景泽为故事场景的日剧 四重奏 就是许多大人的心头好 大人 应该更懂得品酒 与啤酒和白酒相比 红酒的色 与唇 完美融合成大人味 最近 某品牌啤酒 却也来抢占商机 推出了针对大人的新口味 广告片中 有七夫木聪 搭乘时光电梯 去拜访不同年纪的大人 他们看起来 充满自信 有一种淡定的宜然自在 享受着单一的美食滋味 像是海胆 寿喜烧或和牛 搭配生啤酒 并且简短而准确地 发表对于大人的定义 我最喜欢的是这样一段对话 什么是大人呢? 对一切都能包容以对 我希望自己 不要做个斤斤计较的人 这真是个崇高的理想 可是 如果到了五六十岁 还无法达成 这一生 也就没有机会做到了吧 如果这一生都做不到 似乎白白来世上走了一遭 广告的最后一句文案是 不要变圆滑 要变成星星 实在很具疗愈力 大人的存在 就应该要闪闪发亮 睿智 慈悲 眷勇 如果可以 我愿成为这样的大人 这一年来 台湾也渐渐地发展出大人学 走进书店 相关书籍越来越丰富 大人并不等同于老人 老人却包括于大人之中 人生下半场 我们走的是大人的路途 日本文化观察作家 张伟忠如此定义 大人这个词汇 仿佛开始象征的是一个新族群 一种新的生活形态 价值观与独爱的口味 年龄并不是界定大人的标准 走过不能按照新意过日子 总想着 为成全他人而付出的年轻岁月 终于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不必委屈求全 也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豁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成为真正的大人 我认识的许多七十岁上下的大人 保养得以体态优雅 荣光焕发 婴儿潮的第一代 没经历过战争 无匮乏与恐惧感 生长在由贫而富的时代 凭借着自己的力量 在学界或商界大放异彩 如今虽然退休了 活动力依然旺盛 对世界仍充满好奇 具有个人的审美品味 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轻易妥协 也不再患得患失 他们的生命态度 与生活方式 给我很大的启发 七十几岁的日本女演员 吉永小百合 为大人的休日俱乐部 拍摄了好几年的广告 影像中的她 有一张充满故事的脸 总带着吟吟笑意 享受着旅行 温泉与美食 虽然是独身一人 却在许多时刻 怀念着曾经同行的人生伴侣 在半醒半梦之间 能感觉到一双温柔的手 为她盖上了温暖的毛毯 那些被爱着的记忆 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影片结尾处 一行文案写着 大人非常长久 历时二世 或三十几年的大人岁月 其实比想象中更为漫长 我们将从哪里出发 将会抵达哪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